歡迎大家收看鏢童 我是阿P 阿成收到今集我們要去的地標之後 他那個人很失落 很down 他說要自己一個人去那邊冷靜一下 所以扔下我一個 搞到我都很失落 很down 不說那麼多了 不如我現在馬上去那個地方 我現在身處在觀塘的一個小角落 在我身後的彩色之場 是英文的小天堂 是一個高煙小角落 英文在這裡 離離合合 聚聚散散 究竟為什麼那些英文喜歡聚集在這裡呢 我們一起去探討一下 我們的政府 為了了無生氣的觀塘添上色彩 將一條條被人唾棄的小巷搖身一變 成為人見人愛的打扮梨 與酸梨 電奴梨 將觀塘重新活出精彩 阿成是一個煙產 本來他只能夠躲在一角吃煙 但自從有了這條打扮梨 他悲哀的人生 重新添上色彩 一條腰帶 一道氣 一條煙 師兄 師兄 為什麼你會選這道食煙 其實我很喜歡這道 樂業的煙灰 你知道 現在行山也有漸 現在我們食煙也有雪漸 我們以前食煙 哪有這麼好的東西 我們對著什麼冷氣床 現在政府弄了一部牆 還有一部彩色的牆 你知道嗎以前我們是沒有這些東西的 食煙本身是沒有罪的 食煙對得著天地良心 食煙的都是好人 食煙不對得著我是壞人 我食煙對得著這個西 阿成一直以為政府是這幅牆 只是為了燒錢 毫無實質作用 但原來 人家的苦心 他終於從他敷出的每一口尼古丁之中感受得到 原來在一般人的眼中 肌無畏又浪費的牆 竟然 是為他們而設的煙牆 竟然是他們人生的貴宿點 為何你不打下去 其實我真的很想打下去 但這是政府送給我們的禮物 我怕我打下去 在這個動蕩不安的社會 我連打火鍋的機會都沒有了 我完全明白你的感受 多謝你 9527 現在的阿成 和很多煙民一樣 對政府偉大的規劃 深受感動 它會用盡每一分 每一秒的時間 在這裏流連 將身上的煙 以有限化無限 為的就是被其他的市民覺得 這一幅牆 從來都不是浪費了納稅人七十萬 這一幢現場 對於這一種人來說 就好像自身於天堂一樣 他們會敷出一個煙圈 是一種人的希望 脆風而生 好吃了 哎! 不要啊! 陪我啊! 陪我給你!陪我給你! 陪我給你! 今集的標誌 又差不多了 哎!我不說了 啊!陪我給你! 啊!陪我給你! 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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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過!